Hello 歡迎大家來到星期二娛樂版 今天是2022年1月6日星期四 以前香港樂壇有四個頒獎典禮 叫做四台大獎 港台TVB 另外還有剛剛舉辦的叱測和新城兩個電台 之前也有風吹過 TVB和港台的頒獎典禮會合併 在昨天舉行了一個記者招待會 就是香港電台和TVB 宣布他們首度合辦這個香港金曲頒獎典禮 2021、2022 港台的顧問何重恩 節目顧問 還有TVB的重珍妮 153一起出席 主持這個啟動儀式 他們兩個在這幾天之後接受傳媒訪問 曾志偉說自己對音樂是有情義結的 希望能夠舉辦電影金像獎一樣 有公信力的樂壇頒獎典禮 他還形容這個頒獎典禮是這樣的 他說 我常常都希望 是不是所有媒體都可以合辦一個頒獎典禮呢 當然是困難重重 但是起碼 這次我們跟港台搭出了第一步先 先走了先 哇!好大部啊!這部真是不得了 哈哈哈哈 老實說的曾幾何時 港台的頒獎禮和TVB的頒獎禮 其實都屬於 都算有公信力 還有歌手們都比較有份量的 這個獎項都 但是為什麼會搞成這樣 自己想啦 還說現在困難重重 還說什麼什麼 想找個公信力 以前都有的 公信力不是以前沒有的 是突然間沒有了 是吧 好 那說回這個記招先 港台的何重恩就強調 今次的頒獎禮會邀請所有媒體都參與 也都指今次記招都有請到MIRROR和ERROR參與 他就這樣說 他說 我們怎麼會沒有請啊 不過他們忙 他們覆了我們說劇組很忙 要拍戲 那就沒辦法啦 那其實那天的記招 跟屬ViuTV的藝人Pixel都有現身 至於他們會不會亮上這個頒獎典禮呢 那曾志偉就強調說 自己一直都希望頒獎典禮呢 是群集這個樂壇各界人士的參與 只要大家不是要拍戲 開工 他們都會參與 這樣才是一件盛事 廣東歌以前的地位很高的 怎麼可以重拾以前的光輝 最緊要是自己人認同的嘛 大家支持才可以做到的 嘩 音樂解救 為什麼我覺得這對白好像 好像在哄小朋友一樣 而港台何重恩就說他希望歌手能夠進一步 闖進大灣區的市場 混蛋了你 這樣都被你纏到來說 有傳MIRROR的教主 Anson No和欣怡 就會在TVB和港台舉行那個頒獎禮 那天搞這個Live音樂會 就同一天遇了旗 被問到他們兩個會不會 因為這樣影響得獎的機會 曾志偉就說 過去都曾經出現過 有歌手在演唱會現場獲獎的例子 而何重恩就說 得獎與否和他能不能出席是兩回事 強調頒獎禮是按照機制制出得獎名單的 又說往後是沒有更改過兩台的 即是那個歌曲榜的機制的 他說中文金曲龍虎榜是仍然有的 統計每年入榜的歌 TVB亦都繼續有勁歌金榜 裡面的歌他們都會統計 他們將這兩個數據集合 就放在選舉名單裡面 再根據機制就計出總分 決定哪首歌去拿十大歌曲 誰拿男歌手、女歌手 會是一個公平而且透明的機制 OK 即是根據機制的經濟是什麼機制呢 好了 至於劇集歌 他們兩個就說 除了TVB的劇集歌 也都會計算包括港台 在港台裡面不同平台的劇集歌曲 他還說 153還說 今次希望他合作不是期間限定 不是一次性的 他說可能我們兩個台永久性 都會有更多 可能將來還會有更多台加入 更多的合作夥伴 那我務求令這個金曲頒獎典禮 更加多人支持 今次跟港台的合作 他想不止得一次 希望永久都會 之後有記者問153 會不會安排TVB旗下的歌手 亮上這個友台呢 那他就說 剛剛我們兩個都上了台拿獎 ViuTV都有播 那就代表出過了 沒問題的 我們歡迎的 之後記者就問他 再追問他 那音樂節目呢 153就答 記得我第一天上班 就打給魯婷輝了 我問他 MIRROR可不可以上我們的台 他說 當然不行 那我問了 其實做娛樂的 大家都想做好這個行業 例如我們為什麼要選擇 在四月中舉行 是要避開金像獎 因為我其實不是想打對台 電影都要多人看 音樂也要多人看 這樣才行 無謂比較收視 其實這個曾志偉都虛偽到一個點 非常之嚴重 虛偽 老人肚 人家問到他 他的歌手會不會亮上有台 明明說他自己有兩個歌手 他都在威威著 說自己有兩個歌手 在有頭都出現了 我多大方 還不弄多一腳 說老先生不大方 說當然不行 老先生說 當然不行 人家那麼蕭雄 你就想他上你的台 其實看完整段娛樂新聞 我覺得 真的聽到他每個答案 他答得小心 謹慎 還有他很想吹去到自己 其實很偉大 很想為樂壇做很多事情 很大方 但其實 他偏偏這樣答 就顯得他很少假 沒有的 總有人買的 不過我覺得不合聽 大家如果昨天有聽我的節目 都知道 MIRROR就會在17號那天 就會出一隻Bull Ray碟 就是他去年2021年的演唱會 鏡粉們自然充滿期待 這是必然的 亦都怕有嘲諷 都不知道買不買到 唉 加上除些附送 還有這個 兩本 一套兩本的珍藏版上冊 收藏價值極高 消息一出 國泰論壇已經有不少網民留言說 鏡買不到 計劃去通宵排隊 不過最擔心的 除了鏡粉買不到之外 原來還有一班前夫 為甚麼呢 有前夫在我老婆嫁給MIRROR 導致婚姻關係破裂關注組 發文 就說 老婆一知道MIRROR要出藍光碟 家裏那部PS5的地位隨時悄悄可矮 為甚麼連我小小的淨土都不放過 事關這位前夫 原來她家裏那部PS5就是播出藍光碟的 亦都有前夫留言鼓勵大家不要灰心 家欣這個也是一個自肥的好機會 可以說服老婆為家裏添置一部新的PS5 這個留言還引起大批前夫喜控 她說各位前夫做事啦 我老婆馬上問我 她說MIRROR代言就好了 買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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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除了MIRROR演唱會碟 引起這個搶購熱潮之外 PS5可能都是購買名單的第一名 不知道會不會 台灣的天王王力宏 和李靜雷離婚事件惹起連串風波 令王力宏的形象破產 一夜淪為渣男 更有指她被列入這個劣跡藝人的名單 不過近日王力宏的親友和身邊工作人員相繼和她出聲 令到網民和輿論風向好像有點變 日前在內地民間流傳的一份劣跡藝人名單上面 原本榜上有名的王力宏竟然已經被移除了名單 名單只剩下李雲迪、吳亦凡等等的名單 當然有些眼裡的網民也說 王力宏的微博都沒有被人限制 擺明沒有遭到封殺 似乎王力宏看來復出有望 雖然未知這個名單的真實性 但有網民認為王力宏即使洗白地復出 未來的地位也不會回到以前的了 除非她能拿到一些證據出來 可以證明跟李靜雷一拼 即是跟她死過 吳亦凡是劣跡藝人 都沒有什麼意義 但是李雲迪都只不過是做了一些 天下男人都會做的事 都不算是錯事 都不算是錯得了 我覺得 竟然王力宏這件事爆 這麼爆 李雲迪都沒得翻身 王力宏有得翻身 其實李雲迪都挺淒涼的 我覺得都挺慘的 可能另一個角度這樣看 始終王力宏這件事 都是他自己跟自己家人的糾紛 而李雲迪是拿出來說的 好像道德上 說他叫雞 道德上是有問題一點 而王力宏只是他跟他老婆之間的糾紛 可能從這些角度來看 就覺得王力宏反而有得翻身 但我真的覺得李雲迪 所以在這件事上真的很不值 最後想說的 這件匪文都跟進了好幾天 主角就是 MC 張天庫 還有這個全民造星23歲的參賽者 Ash 鍾卓榮 有傳他們就是拍MV的時候 就戲家情真 他著了 而剛好正正 就撞正對方在離婚的時候 就兼拍到他和Ash 在平安夜行超市 即是張天庫 所以被指是第三者 雖然已經兩度澄清 但是 Ash的前夫 昨天就無故闖入IG的Live 留言和張天庫說要好好對他 再掀起一陣風波 所以有 不過Ash的前夫之後 就刪除了所有有曖昧的留言 而且寫了一篇文 就承認自己的精神壓力很大 亦都向MC道歉 對不起 是我太衝動了 對不起張天庫先生 Ash的前夫是這樣寫的 他說 來自女方加女的壓力 婚姻最後變成這樣的壓力 網路上的壓力 大家不要因為我 一時情緒失控打的字 指自己一直容易被別人牽著被指走 特別是今天見到 MC承認與Ash在平安夜去超市的報導 繼而產生的誤會 才衝到MC的Live留言 Ash的前夫 最後甚至充滿怨恨地跟Ash說 他說 我沒想過我會有這樣的一天 鍾卓榮我恨你 就連最後你都不來送機 一個電話一條短訊都沒有 你真的很絕 這樣說 又令到一眾網民吃到整地都花生殼 這單 四大天王之一的黎明 Leon 早在1993年推出了一首《夏日傾情》 絕對是他的經典金曲之一 由於當年這首歌是由廣告的主題曲 所以幾乎唱到街之項文 不過 Leon 似乎對自己當年演繹這首歌的表現 好像不太滿意 因為他今天在官方的Facebook上出了一個Post 就說其實之前已經很想重新錄過這首《夏日傾情》了 而且今天在音樂平台上也會上架了這首《翻唱》的《夏日傾情》了 Leon 的Post 還很風趣地寫 在去年有一次坐別人的車 那個人突然播出《夏日傾情》當年的版本 我一聽之下馬上醒悟 什麼叫做《歷笨山河氣概勢》 唉 聽回當年自己的版本 真是震過貓王 不停震 句句尾的字都震 我意思是震音啊 講真一聽回連我自己都沒辦法忍受 令我仿然大悟 喜歡聽這首歌的朋友 我辛苦了你們的支持 真是要說句 對不起我愛你 為了防止大家不小心再聽回當年的震音老土版 我覺得自己馬上需要重新錄這首歌 其實文中也有提及到 Leon 要拿回這首歌的版權是經過重重的困難 又覺得只是翻錄一首好像有點浪費 結果又重錄越夜越有機 最後Leon 表示 說完了 就這樣 下次再說 喜歡還是不喜歡 對得住自己 不喜歡 又沒有對不起人 引來不少粉絲留言表示 Leon 不斷改變 與時並進的態度非常好 這次我都覺得網民說得非常好 除了Leon 之外 網民的說法也非常好 Leon 的確確是一個 我覺得他頗尊敬的前輩 有型啊總之 今天的娛樂新聞就來到這裡 記得按LIKE 看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分享 訂閱Patreon 頻道 月費贊助 拜拜 下輩 天 製作人 樂園 天 製作人 洋 天 製作人 天 製作人 天 製作人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